当我们生活在名为保守的枷锁里 真的就只能无力的老去吗 一个生活在非洲最保守村子的奇女子 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 只要有梦 谁都可以做帝皇 尽管被婚姻磨灭了爱情的渴望 她却还是不顾反对收养了多名丈夫 而这些丈夫之间 不但不避讳身份 而且还争相当起了爹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让我们聊一聊阿古蒂和丈夫们的故事 从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看 一夫一妻是最为健康的 也是最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婚姻观 但尽管如此 也不能阻止人们的后宫梦 而糟糕的一夫一妻之婚姻经理 成为了阿古蒂开后宫的契机 阿古蒂今年38岁 名下不仅有着乞讨房产 还有着许多土地 尽管在相对贫困的非洲 但他也算得上是富婆了 不仅如此 阿古蒂还已经有了家庭 甚至有着三个孩子 他本应该像其他女子一样 将孩子饲养成人 劳务一生 最后在孩子们的拥促下 走向天国 然而糟糕的婚姻 不仅没有磨平他的棱角 反而让他的愿望更加坚立 与他人不同 阿古蒂一对婚姻的要求很高 自己的另一半必须要温柔 有爱心 而且能满足他的全部需求 这些要求看似尖酸刻薄 然而阿古蒂本人却说 我有足够的资产实力 让他们这样对我 第一任丈夫并没能做到 他十分没用 我才是养家糊口的人 于是 阿古蒂做出了许多非洲女子 都难以做出的决定 离婚 也就是这时 阿古蒂正式继承了家里的房产 而这七套房产 也正好成为了阿古蒂开后宫的资产 离婚后 阿古蒂基本上每隔几天 就要带一个新男人回家 并分一间房间给他们住 然而 并不是所有男人 都能满足阿古蒂的胃口 也不是所有男人 都能够满足阿古蒂的条件 所以 离开的人也不占少数 不过不得不说 富婆对的情感 就是有任性的资本 男人们听从她的安排 受她的照顾 并每晚轮流被她翻牌子 喜欢就留下 不喜欢就轻走 阿古蒂雷厉风行的行为 很快就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然而这时的父亲 认为不可能有男人 能接受这样的婚姻 就没有阻止女儿的行为 而事实证明 在传统观念面前 还是富婆的魅力 更胜一筹 阿古蒂的后宫 最高的时候 竟有十人同时居住 而经过阿古蒂的层层筛选 最后也是有三人 成功留了下来 第一位留下来的男人 是阿里奇 他不仅是一名退休警官 还是十个成年子女的父亲 说到他与阿古蒂发生关系的过程 就十分离奇了 这是一个警官也无法侦破的案子 据阿里奇称 当时他只不过帮阿古蒂 修好了自行车 然后就发生了许多连锁的事件 他和阿古蒂一起吃饭聊天 他本以为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 紧接着就被阿古蒂带回了家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和阿古蒂共处一室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自己也说不清了 不过 反正一男一女独处一室 懂得都懂 本以为电视剧里帮人修自行车 捡到爱情的故事是假的 没想到居然成真了 第二位男人留下来的经历 则更是离谱 这位名叫卢卡奥的丈夫 是隔壁村子中一个富裕的农民 早在认识阿古蒂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阿古蒂和丈夫们的故事 有一天 卢卡奥正在沼泽地里放牛时 偶然遇到了阿古蒂 他开玩笑地说 自己早就知道了阿古蒂的大名 你一直在狩猎男人 为什么不把我也带回家呢 没想到 阿古蒂不但没有表示反感 反而微笑着点头同意了卢卡奥的要求 卢卡奥本以为 这是阿古蒂回敬的玩笑 以为半路上阿古蒂就会后悔 所以就跟了过去 结果 没想到阿古蒂真的给了他一间屋子 并且对他疼爱有加 他也满意这种生活 和其他丈夫们也相处融洽 就这样 幸福地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最后一位是恩库亚 他在隔壁的村子有房有地 条件不比阿古蒂差多少 然而在单身汉中 他可谓是黄金级别的 所以 有这么一个放在眼前的机会 恩库亚自然没有放过 为了讨阿古蒂欢心 吃饭也好 旅行夫妻义务也罢 恩库亚完全听从阿古蒂的指示 把他奉为一家之主 爱情真的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 就成了 不过既然是后宫 宫斗系的环节自然也少不了 由于丈夫太多 阿古蒂每天都会翻牌子 来决定今天宠幸拿的丈夫 有人欢喜就有人悲 被选到的丈夫自然欢喜不已 而没被选到的丈夫 只能听着隔壁快活的声音 咬牙切齿 而阿古蒂怀孕后 各位丈夫也是抢着当爹 纷纷拿出对自己有利证据 证明孩子是自己的 最受宠爱的恩库亚 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差点被阿古蒂赶出家门 而早在这次争种之前 还有更严重的一次 曾经有一任名叫萨姆的丈夫 因为嫉妒他和其他丈夫间的感情 表示自己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不过他一个人怎架得住 几名壮汉的攻击 结果他不但没得逞 还被阿古蒂清出了家门 虽然阿古蒂对此不以为意 还以为可以就这样度过幸福的余生 然而在非洲最保守的村子 阿古蒂的如意算盘 怎么可能得逞 阿古蒂的后宫传说 在恩格拉流传的越来越广 不仅隔壁的村子有了消息 就连远一点的村子 也对阿古蒂不减点的生活 指指点点 阿古蒂的牧师父亲 担心这样放纵下去会出大问题 开始寻求政府和委员会的帮助 试图用强制手段 将阿古蒂的三位丈夫赶出家门 然而父亲的行为 遭到了阿古蒂的极力反对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家庭的成年人 他有权拥有这三个男人 更不要提上哪里去找 这样三个可以互相理解的男人 既然你们要赶他们走 那么你们当中谁能代替他们 即使父亲一再表示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但是阿古蒂充分地表现了古代皇帝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理念 不仅不为所动 甚至与父亲抬起了杠 不过阿古蒂的父亲也不是轻易妥协的类型 妇女二人因为三个男人的问题僵持不下 最终在村民的齐心协力下 还是让三位丈夫暂时离开了村子 而让他们离开的条件是 如果想要再以阿古蒂丈夫的身份回到村子 只要拿着身份文件 向地方当局介绍自己就行 看着三人离开的身影 阿古蒂跪在地上嚎叫道 亲爱的丈夫们 我太爱你们了 赶走你们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的岳父 无论你们去了哪里 请不要忘记我 你们一直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支柱 请和我保持联系 不然我可能会在家里孤独的死去 三位丈夫也发誓 只要拿到需要的文件就立刻回来 而这也不是敷衍 黄金单身汉 恩库亚为了避免自己再次生断 拼命的崩回了家 成为了第一个带着证件回来的人 而村民们也信守承诺 同意了恩库亚与阿古蒂合居的要求 对于阿古蒂来说 这也是比较好的结局了 至少只要拿到文件 自己开后宫的行为 村民们也不会再有理由反对了 然而他内心深处的欲望 并没有因此满足 他表示想要更多的丈夫 尽管这意味着他需要养活更多的男人 阿古蒂的行为 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婚姻观念 更是对这个保守的小村庄发起的挑战 尽管外界的声音对阿古蒂表示质疑 但他自己也表示 自己之所以找这么多丈夫 是因为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感到失望 如果自己找到的第一任丈夫 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他又何必找这么多丈夫呢 如今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从以前的门当户对 到了现在的婚姻自由 虽然一夫多妻 一妻多夫制度仍是少数 但是谁也不敢说 未来某一天 人类性别间的比例不会失衡 一夫一妻制只会变成 众多选择中最普通的一个 而不再是主流 阿古蒂只是提前了一步 衡量爱情的准则是幸福 而并不是合理 尽管地区在保守 但也总要有人第一个吃香菇 不知道这个奇女子 现在还有几人丈夫呢 对于阿古蒂和丈夫们的故事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